初三去五庙祈福李承泽求集签家有好事 著名堪余学家李承泽博士每年初三都会到位于西贡侯永的原祖车工要祈福 今年一五里外 李博士更连去五间庙行大运 先去集工庙再去北地庙 紧接是莲花工 黄大仙当然不得不去 最后是车工庙 问到在黄大仙求了集签的李博士 在求全时是否希望李家在杨年增添成员李博士笑笑口 都有都有 撰文 廖思会 当日李博士跟朋友其有五庙祈福 问到杨年的伤脏运程 李博士坦年杨年的伤脏通常都比较运质 67年暴动 79年股灾 91年好少少 但移民潮都会令人无开心 03年杀势 但好彩精闹太岁细阳先 取好了 可以同猛兽说话 亦可以同柴狼同眠 意味着只要帮容及有团结力量 就会转为危机 坐船要小心 对于杨年增添新成员一事 李博士笑笑要口话 都求知己靠谦 昨早 李博士抗力以李港到泰国享受阳光与海滩 谈言却旅行除了减水薪水地方外 亦会夹自己运程 并未尽量避免 而今年务必小心病毒 做传统海都会比较多麻烦事